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天 地球的另一边美国也开始他们的购物节黑色星期五 与国内商十一的性质一样 都是为了感恩消费者而做出的购物活动 对此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微信IDI100ECD时间 征集到京东海豚全球 网易考拉 羊马头 亚马逊 小红书等各大块 12天 进口电商平台数据战报 为您带来最新 最详实的黑五独家战报汇总 据外媒报道 根据研究公司Adobe Analytics的数据 黑色星期五当天11月23日的在线销售额高达62.2亿美元 同理增长23.2% 创下历史新高 同时 Adobe表示 今年的黑五也是历史上首次单日手机端销售额 突破了20亿美元 黑五当天33.5%的电商销售额 来自移动购物 11月24日消息 Adobe最近数据称 美国消费者在感恩节当天的网购支出达创纪录的37亿美元 同理增长27.9% 数据涵盖美国100家大型在线零售商中80家的交易 对4500多个零售站点的超过1 万一次访问 和5500万库存单位SKU进行了分析 01京东海豚全球 部分品牌销售 增上百倍11月23日黑 昨星期五当天 作为京东旗下全球直购品牌的海豚全球在现场购潮 在黑五海豚节大促活动中 让中国消费者又疯狂的一把 多个品类的海外直购商品销量 实现同期倍增 其中保健品销售额是去年同期2.6倍 电脑版公用品销售额是去年同期的4.5倍 护肤精华类销售额是去年同期3.3倍 此外 众多国际品牌在黑五当天实现销售暴增 比如是华洛士奇恶魔之眼项链销售额是去年同期25倍 波兰著名乳制品品牌妙 喝雷克尔维特销售额是去年同期150倍 日本著名咖啡品牌UCC销售额是去年同期190倍 据了解 本次黑五大促 还从全球平台上商品销量前五的国家分别为美国 日本 德国 澳大利亚和韩国 类别涵盖母营 美妆 宝剑 客户 数码 家具 美食等十余种品类 其中 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托试品牌神尔 由尼加 绿 浪琪 Kelby Swiss 护牌 Nintendo 美妇 壳牌 涵盖了人们生活的多个方面 京东大数据发现 跨境保购的趋势 利从箱包 首饰的奢侈品 逐渐转移的母婴 美妆 宝剑的快销品类 此次海豚全球黑五的销售战绩 也佐证了这一观点 战报显示 辣妈对品质的追求可谓遥遥领先 如新西兰的A20育儿配方奶粉 和日本油尼加纸尿裤 不管 是在品牌还是打品中的销量排名都晚之一 二 国内消费者对育儿的精致化和品质化向来十分重视 跨境网购打通了海外烤屋的入华通道后 这一消费力得到了更加全面的释放 02 网易考拉 10小时超去年全天11月23日消息 网易考拉公布了黑五粮货集成计单 10小时销售额超去年黑五全天 网易考拉方面指出 品类方面 与上11消费者聚焦蛋母婴 保健品 各户不同 黑五大卖品类更强调消费升级 美妆 轻奢 以及圣诞限定领盒等 成为了消费者的最爱 网易考拉方面表示 今年以来 网易考拉已与全球超百家顶级品牌商 和供货商签订 获升级了战略合作协议 从源通好时全球正聘供应链 10月 网易考拉与全球航运 及物流领军企业马士基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为黑五期间及未来国际间物流的时效性和可控性进行保障 03 羊马头 222秒 交易额 破译元数据显示 羊马头 2018年黑色星期五 海沟狂欢节 于11月16日零点正式以报 第3分42秒 交易额突破1亿元 美妆 香包 服饰配件 鞋铝 居家食品 是最受消费者欢迎的托补品类 其中有以香包 服饰配件类增幅最为显著 显示出中国消费者持续高涨的海外购物消费力 被扎黑以来 羊马头通过社交电商 海外视频直播等多种手段 不断优化运营能力 黑色星期五开始的前半小时 羊马头APP流量订单转化率高达85% 持续占领电商行业转化率高低 04 亚马逊 9小时急有报超越去年全天11月24日上午消息 据报道 亚马逊在黑色星期五当天的销售额创下新纪录 该公司周五下午时表示 几九小时 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数量 依然有超越去年水平的趋势 截至美东时间早上10点 黑色星期五的在线销售额达到6.43亿美元 Adobe预计黑五当天在线全天销售额 以往达到64亿美元 截至报道发布时 亚马逊全球消费者 已经购买超过100万件玩具和70万件时尚产品 同时 亚马逊还发布了目前为止最受消费者欢迎的商品清单 其中包括第三代EchoDart 带有全新Alexa与应远程控制的 FIRETVS TIC K4K FIRE7平板 Igentport 哈利波特蓝光DVD全集等等 我们已经为公司最忙碌的日子 做好了充分准备 亚马逊英国的区域运营总监乔纳三盖二长纳登斗,在接受采访时说 此外从今天开始,将开启维基因周的网络星期一动物狂欢节 承诺今年的网络星期一,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大力度的打折和更多产品选择 明依小红书,Police交援代百半小时内,授讯11月24日消息,小红书公布红 测星期五大触战绩,数据显示,红乌活动开始首日,Police交援蛋白半小时内受庆 ABC套装在红乌期间,达到十几万键订单量 小红书方面表示,今年红乌活动还与品牌商合作,推出全球同款同时发布的体验 红乌期间,SKII,祖马龙在小红书商城上,推出2018年圣诞限定产品 COLORPOP2018限定假日DREAM系列正式上线 目前,在小红书上聚集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万个品牌的丰富内容 小红书商城中的商品,也覆盖到全球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品类 欧莱雅、宝杰、联合丽华等国际的互化装品集团 以与小红书商城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彩装品牌COLORPOP与小红书商城,达成了独家战略合作 目前,小红书商城在美国、日本、韩国、澳洲等多个国家或地区建立境外仓库 双十一段落下帷幕,网金社与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又启动直击黑舞全球网恶狂欢盛宴行动 HTTPP www.100DCFest, OneNetH5 通过滚动播报、转提直击、现场探访、社群直播、平台调研、用户调查、网恶预警、数据监测、电商跨屏、系列报告、媒体评论、 投诉维权等多元化、立体化方式、队仰码头、网易考拉、自护、小红书、风趣海淘等专业跨境电商平台 以及亚马逊中国、天猫国际、京东海外购、淘导全球购、微品国际、苏宁海外购、 巨美优品等涉足跨境的综合电商平台 展开持续跟踪、监测、研究、评论、评测、监督 为您带来跨境电商版的双十一大触全貌 感谢您的这是出自民俏的讲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